每人听闻佛法 聊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离哭得了 众生离哭得了 各位三知识 天台式教仪 现在讲别教的修行的阶位当中 现在是这个梵位的外梵实性位 内梵三弦位 实柱实行实回向 上次就讲到十回向 现在要讲第二圣位 就是十地 初地以上称为圣位 圣位分两个 一个是阴位 第二是果位 因是修因 十地等绝都在阴位 那么现在就是先讲十地位 正文在第二十六页 第二十六页的第二行 次名十地者 前面三弦位到十回向满了 已经是成就行不退 这个位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的三不退当中 比较到了十回向满了 十回向满了 就已经正到行不退的结尾了 那么他把这个成杀货已经完全破尽 服无名 把这个最维系的无名或在十回向位的时候 就能够把它压扶住 不会升级现行 那么从初地开始就是破一份无名 这一份发生了 次名十地 次十回向说完了 其次要说十地位 这十个为什么通通叫做地呢 地的意义啊 有三种 第一 能生意 好像这个大地 我们这个脚踩的这个大地啊 它能生长一切万物 以这个大地能生长万物啊 来比方菩萨 初地以上的菩萨 它就能够 使一切众生的善根正常 成就度化众生 这个慎益的一切众生 blue 孿之一 好像大地能生长万物一样 所以 以地为名 这是第一 是能生意 第二 不动意 大地很宽很广很深很大 微微不动 就是碰到大地震动 他这个地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不会有所变化的 那么菩萨修到这个初地以上的 圣德不被任何境界所动了 所以初地以上的圣威 拿地来做比方 就是表示不动的意思 已经清正法身 微微不动 所以以地为名 就是实地 就是不动意 这是第二 第三 能和服一 大地 它能够和服很多很多的万物 比如说人在这个地面上 建筑十层楼 甚至上百层的楼房 再重再大的东西 大地都能够负荷 都能够负担 不过因为它上面放了很重的东西 它就受不了 压下去 没有这种情况 那么大地能复合一切的万物 无论多重的东西 它都能够负担 能够负荷 那么比方 当地以上的菩萨 它成就 这个法身 它符合众生的 度化众生的法业 符合度化众生的法业 符合相续 佛的会命的法业 它能够负担上求 佛道 下化众生的 这很大的事业 它都能够负担得起来 到了初地以上的菩萨 才算是真正能够做到了 所以拿地为比方 好像大地能够负荷 很重很重的东西 那么初地以上的菩萨 它能够负荷 弘扬佛法的大家业 度化众生的大事业 它都能够负担得起来 所以叫做能够合一 这是第三 因为大地有这三种意义 而菩萨与无缘大师 同提大悲 附和一切众生 犹如大地 所以叫做地 那么这已经是 开始破无名正法身 正入圣国的结尾 所以叫做圣武威 那么这个十地 十地的名目 第一就是欢喜地 一欢喜 第一欢喜地 应当那个欢喜下面有个地字 这里简略 第一欢喜 第一就是欢喜地 欢喜地下面有个甲注 从此用中道观 破一份无名 显一份三德 乃至等觉 具名圣种性 从此 此是欢喜地 从欢喜地开始 他的修行 就运用这个中道妙观 就是空甲中三观 别叫菩萨 他是修次第三观 先空次甲后中 那么前面甲观修成就了 得到道种子 现在这里修中观 成就中道妙观 空甲不二 中道妙观 才能够破无名正法身 所以运用他所修的中道妙观 就能够破这个罪无一戏的一份无名 那么一份无名去掉了 就显露出一份的三德的功能 所以显一份三德 显是显露 无名去掉一份 三德就显出一份 三德 就是涅槃经所说的 法身 般若 血脱 这三种功德 法身 越理讲 以法为身 所以成佛呀 有法身佛 有亲证这个法身 出地就是正道一分的法身 那么成就这个法身德 般若 就是般若智 越智慧讲 法身越理讲 般若越智讲 那么这个本有的中道妙知 也显现一分 就是成就这个般若德 那么成就法身般若两种功德 才是真正的写托 所以叫做写托德 写托 越他破无名成就的功用而说 得到真正的大写托 不过这是分证 还不是究竟刚刚开始而已 三德都是只能正到一分 去一分无名 正到一分三德 乃至超略词 就是从初地开始 经过二地三地 一直到十地 到等觉 乃至两个字 略掉二地到十地 一直到等觉菩萨 以佛的大觉相等将成佛了 所以叫做等觉 就是一生补出的菩萨了 那么从十地到等觉 通通叫做圣种性 都叫做圣种性 这个圣种性 这个名目是出在淫落经 前面讲过的 习种性 性种性 那些名乡 在开始讲实性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了 本来在淫落经里面 实地叫做圣种性 等觉就叫做等觉性 他这里说 通通通叫做圣种性 这是曰他独正圣德 独正三德而言 所以叫做圣种性 应当是实地 是圣种性 等觉就是等觉性 圣种性中开出等觉性的 那么这是中间的夹注 里面所含的意义 那么下面有一段说明 说明这个出地的成就的功能 此是建道位 这个出地叫做建道位 不过这个建道啊 跟这个藏教的声文 会与出国的建道名称相同 道理不一样 前面的建道 声文的建道出国呀 只是断掉建货八十八十 私货完全还在 实地当中的出地建道啊 这是曰他用中道庙观 建道第一地之礼 那么这个第一地之礼 前面经过外凡内凡 实性三贤 都还没有正道 到这个时候才正道 刚刚开始正道一分 所以叫做建道 这个建道就是建 断无名 这个建就是清真了 清正道中道庙观的一分 成就一分中道庙观的圣德 就是正道中地礼 正中地的一分庙离 就是显一分三德 那么这个刚刚才建道 所以因此叫做建道分 那么这个建道是别建道 不是前面的出国建道 那是通建道 三圣同正的通的建道 这是越破无名正法身 建清正中道庙离而说 因此叫做建道位 那么因此称他叫做建道位 就是建道中道之礼 清正了 正道一分 他正到这一分建道之礼 正到中地礼 那么由此他就能够以武功用行 努力进修 一直到成佛 不用加工用行 不是要用很费力的去用功 所以叫做无功用行 又无功用位 又名 还有一个名称 出地也叫做没有功用 不必用功 不必用心去下功夫 自然而然 他就会断货正真 从此之后 任用断货正真 所以叫做无功用 所以叫做无功用 出地以后不加功力 自然而然就流入佛果的国海 撒佛罗海 所以叫做无功用道 也叫做无功用位 那么正道出地菩萨 他就能够在一百个小世界里 实现成佛 度化众生 实现这个八项成道 所以叫做百戒作佛 看着那个证文 百戒作佛 这个百戒就是一百个世界 像释迦牟尼佛 实现在这个世界 出家修行成佛 说怕度众 那么像这样子八项成道的情况 他能够在一百个世界这样做 现一百个身 在一百个世界 实现八项成道 所以叫做百戒作佛 正一分善德 破一份无名正一分善德 就有这个功能 他很自然的 能够在一百个小世界里 实现八项成道 说怕度众 他有这个功能 那么从此之后 每一地都增加十倍 每一地增加十倍 所以出地一百个世界 二地就是一千了 三地就是一万了 这样一一望上增加 一直到成佛了 所谓千百亿发生了 无穷无尽了 所以我们平常念共的 所谓千百亿发生 释迦摩尼佛 千百亿也是一个假定的名词 实际上是无穷无尽 不能用千用百用亿来 加以算数 那么实际上 他可以在十方世界 现无穷无尽之心 实际很多很多的身份 在十方世界 实际八项成道 度伐众生 这就是所谓百戒作佛 八项成道 八项前面已经说过了 在讲藏教佛国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个八项 就是从都说天下降 那么入胎 出胎 那么视线同子身 一直到出家苦行 成佛 那么成佛之前的降魔 成佛以后的说法 乃至入涅盘 有八个阶段 所以就是八项成道 成道是指成佛 八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成佛 目的就在成佛 说法入涅盘 那是成佛以后的事情 他主要是说的成佛 所以叫做八项成道 道就是指这个无上菩提大道成就了 成佛了 他能够在一百个世界 视线成佛 利益很多的众生 所以利益众生 成佛目标就是度众生 所以八项成道 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行五百游巡 这就是法法经 化成义评所说的 经过五百游巡 就到达这个宝所 很多宝物的地方 到了那个宝所会取宝了 那么这个宝所 就是指就进佛国的那个范围 那么出地刚刚第一个脚步 踩进这个宝所的门线 刚刚一个脚步踩进门 所以出出刚刚行五百游巡门 进入这个宝所 那么出入时报无障碍图 时报无障碍图 就是仕途之一 天来家把这个佛菩萨的境界 分为四个阶段 就是长极光净土 佛常住在极光净土里 长极光是佛的境界 时报庄严图 是菩萨的境界 这个菩萨分破无明分正法身了 就正入时报庄严图 时报真实的果报 什么东西叫做真实果报呢 他破无明正法身 破去一分无明 正到一分法身 这才是菩萨所求的 真正实实在在的 他的希望 他的果报达成了 所以叫做时报庄严图 破无明正法身 自己庄严 时报庄严图 正到这个时报庄严图 色心自他都无所障碍 不能妨碍他了 他对上求下法 一切功德都自由自在了 没有障碍 所以叫做无障碍图 那个门子里面的害字 还是爱 障碍的爱 是骨鞋 门子里面一个害字 就是妨碍的爱 现在都是用十字旁 一个仪字的那个爱 那么正到这个时报庄严图 就是无所障碍了 因为他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 所以正到这个时报无障碍图 商文人 正欧罗汉国 只达到这个方便 方便友谊图 那就所谓三百优选 三百优选的化成 那就是方便友谊图 我们凡夫所住的地方 就是凡圣同居图 例如我们这个世间里 我们一般都是凡夫 但是圣人也实现居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凡圣同居图 六道凡夫都住的 方便友谊图 以上的三种境界 那都是超出三界的境界 不是我们所能体会的了 欧罗汉可以正到方便友谊图 菩萨 比较到出地 圆教的出住 才能正到十报庄严图 那么也同时分正几光 也正到一分的长几光净图 不过现在是因为菩萨的境界 十月十报庄严图 那么出出正入 十报无障碍图 刚刚踩进五百优选的 十报庄严图 刚进入一步 刚踩进去 所以叫做出入宝所 刚刚进入这个宝所 就是这个宝所 就是五百优选 走完了之后 就是究竟佛果的 这个范围之内 他刚刚踩进一个脚步 就是破一封无名 正一封法身 脚步刚踩进这个宝所之门 那么这一段就说明 这个出地 欢喜地的境界 他为什么欢喜呢 从出发菩提心 就希望能够破无名正法身 今天刚刚得到 道出地 刚刚正到 刚刚破一封无名 刚刚正到一封法身 那欢喜真是 没有办法用这个语言文字来形容了 也没有办法用心去想象了 所以这种的欢喜呀 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刚刚破无名 刚刚正法身 那么第一次正到这种境界 那欢喜的简直不得了 那么这种的欢喜境界呀 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 我举个例子 你们年轻人眼睛很好的 没有问题 没有经验的 恐怕说也不 不很知道 不很了解 假如是老人 这个眼睛有毛病 经过开刀之后 手术开刀之后 比如说摆内障了 你把那个摆内障的 那个已经硬化的水晶体 把它拿出来 换上人造水晶 装进去 眼睛本来是看不到的 一开刀 把那个已经硬化的水晶体 拿出来了 换上现在的人造水晶 装进去 过一天之后啊 顶多两天 眼睛就可以打开来 那么第一次 刚刚打开来的那个亮度 简直是不得了 哦 那万物眼睛所看到的境界 就好像刚刚洗干净的一样 大地如洗一样 山 色 一切一切 好像都是刚刚洗过一样 这种的情况啊 大概会有一两个月 有一两个月 看的人 本来是个老人啊 刚刚开刀之后 看到的人都是很年轻 特别年轻 好高兴啊 那么这个本来是已经看不到的 一开刀 刚刚看到的那种情况啊 那简直是欢喜得要跳起来 那么如果是出正欢喜地的情况啊 可能跟我开刀完成的时候情况一样 这是我自己亲自经验的境界 当然我不是正出地 不要搞错啊 我只是眼睛开刀以后啊 那么实地的情况 那么以前看得到的情况 没有那种 那么亮 没有那么亮 那么一开刀 刚刚完成之后 可以张开来看 医师说 可以打开来看了 你一张开 看到那个医师啊 特别的年轻 他穿的衣服啊 特别漂亮 那种情况啊 这种情况 如果开刀之后啊 大概停留在一两个月 顶多到三个月啊 就恢复正常了 就是原来那个样子啊 那么那个时候 所看到白的也特别的白 黄的也特别的显明的黄 那么这个正出地的境界啊 那种欢喜的情况 好像就是眼睛开刀 刚刚完成的那种情况吧 那么这是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吗 就可以说 没有经验 说也没用 也不能说是 故意去经验看看 开刀看看 不能这样做 如果好的眼睛就不必开刀嘛 那么 这个世间法上 没有办法形容啊 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叫做欢喜地 而这个欢喜地 另外还有许多的名称 其他的经论里面也叫做静心地 清静的静 叫做静心地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刚刚破一封无名正一封法身啊 心地才算是真正达到那个清静的境界 以前的静啊 都是要用功夫 下功夫去修正啊 才能做得清静 现在是真正正到原来的清静的本地啊 所以这个欢喜地 其他的地方也叫做静心地 心地真正清静的境界 所以叫做静心地 如果要论他的断障 正真的情况呢 他是断掉一身信障 一身就是反复了 反复众生 刚刚超出这个一身信 已经到达圣位了 离开这个反复的境界 前面三线还叫做内反嘛 还叫做内反 所以前面所经过的 都是一种反复的境界 到了这个时候啊 刚刚正如圣位 所以断掉一身信的障碍 那么这个信就是指凡夫之信 一则不同 六道凡夫千差万别 那么到了圣位啊 就叫做同身信 同正圣道 同身信 离去一身信 那么他已经 正到这个欢喜地之后啊 就成就这个所谓变形真如了 他所开的 这一份佛言啊 就是 所正的真如自信 在一切法中 无处不变 所以叫做变形真如 周变一切 无处不变 他所正的这个真如 无处不变 所以叫做变形真如 那么这就是刚刚正如初地的境界 十地 按照华言经的十地平啊 都是约十波罗密正上 论他的修行 初地是不适度正上 二地是十戒度正上 十度等修 但是每一地都有他一种特别殊胜的境界 所以初地是不适度正上 他最能做到这个不适 因为他看到众生啊 有种种的苦恼 所以他就发心啊 内财外财一切万物 通通都可以不适 乃至财是法是无畏是 通通都能如心愿的一一做到 所以发一切地啊 就是不适度正上 第二离构地 第二地叫做离构地 离是远离了 构是构然 离的什么构呢